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货币单元的学习架构 我们先说明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蓬勃发展现况 货币其实是我们俗称的钱 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流通货币 例如美国使用美金 而欧洲大多数的地区使用欧元 日本使用日币 中国使用人民币 而我国使用新台币 所以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流通的货币 但到底什么是货币 我们在后面相关的影片中 还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当然 现代社会的发展中 除了我们常见的纸钞与硬币外 各种新颖的支付工具也开始出现 像是Apple Pay 我们举比特币为例 比特币它是一种利用区块链作为支付系统的加密货币 所以它其实是一笔一笔的电磁资料 而且每一笔的电子资料 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要获取比特币 只要用一种被称为挖矿的方法去产生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挖矿的动作 只要你具备有电脑 而且具备有良好的资讯能力 那你就可以开始参与挖矿 比特币是由中本聪在2009年 还用软体发明创立的一种电子货币形式 透过加密的数位签章 不需要通过任何第三方信用机构 你不需要银行 也不需要说中央银行这些机关去管控 所以任何人只要有能力 其实都可以参与比特币的获取 所以它解决了电子货币的一币多付 和交易安全的问题 演化成一个超越主权货币体系的货币 所以简单来说 只要你具备有足够的资讯设备 及运算能力 便可以利用特殊的运算机制 来为自己获取比特币 比特币到底可不可以买东西呢 在某些国家 其实已经承认比特币的货币价值 之前在美国就有人用比特币买到了披萨 所以可以利用比特币购物 甚至在前阵子 台湾有所谓Wondercry 想要哭的电脑病毒 它在勒索电脑所有人的时候 它也希望所有人付比特币 所以这一种虚拟的新兴的电子货币 在现代社会中也不断出现 但是比特币 LinePay和ApplePay 它到底算不算货币 从我们今天的说明 可能你无法理解 可是在接下来后面的货币主题中 各位会学到货币的发展 让各位对货币的发展历史 有进一步的认识 接着会了解到货币的功能 各位就可以判断 成为货币的必要条件 就可以判断我们刚才讲的 比特币 LinePay ApplePay 它到底算不算货币 最后我们会学习通货膨胀 与中央银行 让各位了解现代社会中 货币的发行及管控机制 希望各位在执手的单元 能彻底了解货币的内涵 满载而归 本片是由台北市国中公民科 制作教师团队制作 谢谢收看